这绝对是2024开年最硬核的武侠电影 由著名西装暴徒张静领衔主演 完美打造一个快意恩仇的江湖 故事发生在皇帝驾崩之后 齐王仗着国力强大 意图谋反打算登顶天子之位 在齐王的铁提下 太子东宫失衡遍野 然而齐王没想到的是 手下斩草没有出根 留下太子的一个儿子 五日之后新太子即将登基 齐王想要加冕称帝必须将其铲除 而一个衣衫褣褛的女人在逃亡时 不小心撞到一个麦探老翁 女人后背上还插着一支剑 这时两名追兵发现女人朝他追过来 由于人命关天 老翁赶紧将女人藏到推车上 然后主动上前 将两名追兵拧到别处 老田原本不想多管闲事 可看见女人怀里的婴儿 就想到自己死去的儿子 他终究无法对女人做事不管 在老头的苦苦相劝下 老田终于答应帮他们母子出城 于是带着女人来到染房躲藏起来 为了给女人止血 老田不得不拔出他后背的箭头 忍住 就连烧红的匕首贴到伤口上 女人都没有叫出一点声音 女人名叫灵儿 而他怀里的男婴就是太子一姑 随后三名杀手找了过来 随即拆下裹脚布丢到火炭上 等追兵靠近的瞬间 给他来了一个出气不意 面对三名大内高手的夹击 老田一个麦探翁竟然游刃有余 想来在他麦探之前 身上必定有一段不为人知的往事 随着老田逐渐找回当年的感觉 三名追兵请客间拜下阵来 可诡异的是 老田一手持刀的同时 另一只手却虚空捏着看不见的把手 从他把持武器的姿势来看 老田真正擅长的并非担任 而是斩马刀一类的重型武器 老田本以为自己做得干净 却不想这一切都被一个女人暗中瞧见 不过他并没有打草惊蛇 另一边齐王还在美滋滋的和美人共享烟羊育 直到手下匆匆来报才得知事情的全部经过 必听染房的神秘人 很可能是曾经的莫刀君教头 齐王只感觉浑身上下生出一股凉义 然而在登顶皇位的欲望面前 就是在怕也只能云南而上 惹怒张静的下场有多惨 这个士兵不知死活 竟敢当着他的面杀死他战友的父亲 看着和自己相依为命的老头死在自己面前 这一刻老田彻底爆发 他拔出插在雪地里的刀 刀是无情刀是杀人的刀 可就在两人互相试探时 老田的步伐很是诡异 明明拿着重量不到时间的担任 却好像扛了一把重达二三十斤的重量 所使用的招式也都大开大和颇有千军之势 两人打的你来我往一场激烈 不同于之前的杀手 这次的对手功夫并不简单 在一轮比拼过后 两人再度陷入僵持 试图找出对手的破绽 从而一招奋出胜负 在一番试探过后 两人很快开始第二轮比拼 如果第一轮只是小事牛刀的话 那么这一次两人可谓是拿出看家本领 老田也不再藏着掖着 直接使出磨刀刀法 虽然重量较轻的担任 无法发挥出这种刀法的全部威力 可即便如此 老田一刀猛劈下来 还是将男人劈的倒飞出去 面对老田火力全开 男人明显不是对手 可突然老田瞧见一旁的落脑 不由陷入几分失神 这个破绽瞬间被男人查诀 刀柄击中老田太阳穴 让他瞬间失去意识 等到再次睁开眼睛 老田已经被关入最深处的刑防 作为曾经在战场上斩杀过千名敌人的万人 老田理应有此殊荣 而这样的顶级高手之所以甘愿陪在麦炭翁身边麦炭 则是因为多年前在一次战场上 老头的儿子身受重伤 老田为了不让他被敌人俘虏 只能含泪将其斩杀 这件事也成为老田心里无法甩开的梦魇 化身成为一头浑身散发黑气的落脑 齐王的手下几乎将十大酷刑对老田用了个点 将伤口划开再撒上一把盐 这只不过是一天的开胃菜 真正的硬头戏 还是拿二三十厘米的长钉钉穿双手 可不管他们如何逼供 老田始终不肯透露女人和太子一姑的下落 这可把齐王气得不轻 毕竟他无法容忍一个定时炸弹 阻挡自己登顶皇位的好事 就在男人打算继续逼问时 一个手下说齐王请他进殿 男人离开不久 恍惚中老田再次见到那头黑色落脑 随后老田硬生生用牙齿将铁钉给拔出来 接着不等看守反应过来将铁钉送入他的喉咙 就这样老田顺利逃出监狱 他在半路却碰了一个身高九尺的惯物 作为齐王手下最得力的杀手 铁塔不仅身强体壮 更是盔甲遍布全身刀枪不入 一手大刀舞的虎虎生风 强大的气压刮到脸上都觉得生疼 如果你以为可以利用铁塔笨桌的缺点取胜就大错特破 在他背后还藏着一个叫鬼的小矮子 他行动迅速鬼魅就如幽灵一般 完美弥补铁塔的缺点 两人跟随齐王以来 斩杀的高手不计其数 他们偏偏这次碰上老田 被鬼缠住后 老田后仰彭空将鬼当成肉垫 鬼还不肯松手 见老田准备再来一次 铁塔这才赶紧将鬼拉了回去 可就在这时一道白色魅影突然闪现 并一刀斩断连接的绳子 女人抓住绳子的另一段 死死缠住铁塔的脖子 没有铁塔保护的鬼根本不足为力 因此老田打算先解决更为难缠的铁塔 虽然是一身盔甲 但还是有没有覆盖到的地方 老田找准命血 配合女人击倒铁塔后 直接将铁钉送进她的喉咙 战斗结束老田身受重伤 但她并没有急着逃离 而是想要先取回自己的武器 这把重打百斤的磨刀 就是老田斩杀过天人的绝世武器 什么叫一律破万法 在老田这把磨刀身上展现的淋漓尽致 剑女人说得如此咬牙切齿 老田这才明白她就是七王的亲生女儿 此时她的内心早已被仇恨彻底占据 所活的一切不过是杀死七王为他们母女报仇 可老田知晓背负仇恨的痛苦 她不想让秦姑重蹈覆辙 于是制服秦姑 并将太子的儿子送出城 老田并没有离开 她知道秦王的眼线一定会发现 而她就是守住太子遗孤的最后一道行径 灵儿同样没有离去 她决定留下要和老田同身共死 秦王的杀手很快追过来 面对齐王手下万箭齐发的公女 老田面色不惧 一把磨刀圆润无双 轻而易举挡下所有弩箭 而接下来老田用行动证明 什么叫磨刀一出时不知内无人能比 可实在架不住秦王手下人多势众 好在老田早有准备 他释放提前准备好的机关 当卫兵死得差不多之后 终于出现一个像样的对手 可在老田拿到自己的本命武器后 高手也只能加起伪到作员 随着老田口里的杀人咒语念出 这场战斗也终于迎来尾声 老田找准机会一刀斩断他的盔甲 紧接一刀斩落头盔 最后使出自己的必杀成名绝技 招式在老白眼里不断放慢 经过无数次构想 他自信满满已经看透老田的动作 可以完成反杀 而老田接下来的动作也都和他想的剧本一样 可就在他的短刃即将刺入老田脖子时 老田用力一脚踹起末刀 挡住他的攻击后 拔出一枚铁钉狠狠刺进老白脖子 他自信满状纪的砺 Entrepreneurship Hej 痛快 姐中心的刀斗子时